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节目主持人 赵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那日记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本栏目由保湿胡胡理仙品牌 伊贝诗药保湿伊贝诗 伊贝诗防晒霜冠名播出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伙伴 古方红糖的大力支持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天家爱情保卫战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打开手机 微信 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 精美的好礼等您来拿 介绍一下今天的老师吧 阵容强大啊 这个心理专家 于于寂静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严炳红 严老师 欢迎严老师 大家的老朋友 来自华语家庭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里图老师 好了 下面的时间 我们就来了解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他特别老师 也很善良 一开始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暖男 但慢慢地我发现 他性格太软弱了 不像个男人 我的性格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在关键时刻也可以很爷们儿 可能因为我是做护士的 我平时会比较温和 他作为一个男人 遇事就多 什么事都让我出头 我真受不了 他胆子比我还小 我对他一心一意 现在他要分手 我真的很难受 我以后会男人给他看 希望他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希望男朋友 是能为我遮风挡雨的 但他真的让我看不到希望 我们还是算了吧 一个遮风挡雨的男生 应该是什么样呢 这个男生是这样的人吗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刚23岁 来自河北实习护士 女嘉宾小杨 同样23岁 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现在在实习是吧 对啊 男护士好 有一把子力气 这个 你有话说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是哪样啊 我觉得小伙子挺好的 怎么看不上人家呢 就是现在我们俩在一起吧 我觉得性格特别不合适 就是他遇事就多 我什么事都指望不上他 比如说呢 比方说就是我们有一次去看电影嘛 本来我们选的是最佳的那个座位 然后一去那儿就是看见座位被人抢了 你说他作为一个男人当时不应该就是跟那对情侣理论一下吗 不是理论什么呢 就是那座位是我们的呀 你凭什么坐我们的座位呀 他一句话都没说 没有 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跟那大哥说一下吧 我说大哥那是我们的座位 然后那大哥就特别找事的是跟我凶 说那个旁边那么多座位呢 你们坐哪不行啊 然后你说他都凶我了 他都不管 那他干嘛了 他就他还拉着我的衣服说 走走走咱坐旁边吧 你说有这么软弱的男人吗 哦 是你干的 我们那次也是迟到了嘛 人家都坐那儿了 电影也开始了 好多人都看着呢 老丢人了 我也不会吵架呀 害这孩子 我觉得挺站里儿的事 你知道吗主持人 他就拉着我走 后来那两口子跟我吵起来了 我一个小女生 我也吵不过人家 后来把我急哭了 他就站在那儿跟木头一样 我都不知道要他有什么用啊 本来就是一个小事是不是 不至于跟人家吵吵闹闹的 要不再忍一口气 不没事了吗 就离他远点看电影 在哪儿不是看电影呢 主持人他就为他这种软弱 找借口 还有一次呢 还有一次怎么了 他们过生日嘛 我们就去那个日本料理店 吃日本料理 然后上了一盘三文鱼 看着就特别不新鲜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找服务员换一下 或者咱把这盘菜给退了是吧 然后他就坐那儿 跟装听不见似的 他就低头看那三文鱼 后来我生气了 我推了他一下 他这才起身去换那盘菜 你不是换了不就行了吗 然后他拿回来的那盘菜 还是圆了那盘 我说你怎么没换呢 他说两个生员吵架呢 你说两个生员吵架 关他什么事啊 跟换菜有什么关系啊 宝宝啪啪就回来了 怎么了你 确实是人家都挺忙的 我也不好意思说 再说也只是干了一点嘛 你不吃我吃还不行吗 男生就是不愿意惹事是吧 对 后来我把服务员叫过来 我说把这盘菜给我们换一下 他当时表现更让人气人 他要坐那儿 他盯着那三文鱼看 就像给三文鱼默哀似的你知道吗 他睁眼都不敢瞧 那个服务员一眼 服务员一看这样 是那服务员长得特别好看吗 他都不敢看了姑娘 他就是不敢看 长什么样都不敢看 为什么呀 我可能有点害羞吧 你害羞的羞 又不让你跟那相亲换个菜吗 真是 不好意思说别跟人家找麻烦 高高兴兴出来吃饭呢 真是非挑三拣四的 我不爱干这个 不是 你看他预事就夺 一预事就夺 后来这盘菜怎么了 我特别想知道结果 那盘菜后来也没换成吗 不是 我就说最后结账的时候 我就把那份三文鱼的钱回扣了 我让他去 我就想逼他一下 你看他能拿出一个男人的魄力来吗 他当时 就我把钱包给他收了嘛 他就拿手机微信把钱给付了 你说有这么一个男人吗 让你换盘菜你能掉块肉啊 那鱼是怎么了 是不新鲜呀 还是卖相不好 你们吃了吗 干巴巴的 你们吃了吗 我吃了 我吃了 好吃吗 一个味儿没啥变化 他就凑合主持人 你知道吗 他人生格言就是凑合来吧 凑合过吧 凑合吃吧 我可不想跟他凑合这么一辈子 是是是 你找女朋友没凑合吧 没有 我感觉他挺好的 我这个脾气虽然挺温柔的 但是他 但是他挺强势的呀 行 我感觉真要有事了 他出头就行了吗 主持人你看我们俩一块出去 他也帮着我忙 然后我现在都快成他妈了 他自己的事也得也让我管 比如说呢 就是前几个月吧 他一高中同学 找他借了两千块钱 结果说两个星期还 仨月都没还给他 然后他就自认倒霉说不要了 你说是不是你的钱呢 你就不要了 我不是不要了 打电话人家都不接了 我也要不回来了 也没别的办法呀 那我怎么给你要回来了 你要的 你说说你怎么要的呀 我当时就是给他同学打电话的时候 他同学也不乐意给 我就说你要是付给我们家钱 我就告诉你们系主任那儿去 后来他就给了 后来他就给了 你说主持人硬气一点 他男生硬气一点肯定给 一点都不硬气 是是是 你这挺厉害的 反正你要回来了是吗 后来我给要回来了 你就把这个上升到 你是他妈了是吗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他现在就是生活中 就越来越这样了 我觉得可能跟他工作也有关系 他那工作 不是在医院实习吗 一个科室 二十多个女护士 加上他一共就两个男护士 挺好啊 他也不跟别的 不跟医生学 就天天跟护士姐姐学 不是 他不是跟医生没得什么学 不是 那他也不能跟护士姐姐学 一些女人家的东西呀 你学什么了 我也没学啥 我就是和他们搞好关系呗 他们在啥我也研究研究什么啥 他学匹图你知道吗 他原来发朋友圈照片都特别正经 然后现在 现在不正经了 对 不美图他绝对不发 然后那脸白的呀比我还白 我看的都恶心 他只是屁图啊还是 对呀我就是 他也美白什么呢 就是美白磨皮 不打不拟的 不不不 这是他整容去了是吗 不他就是把照片用那个美图工具 他弄的 我也就是以前 是你干的吗 是 美白磨皮 对 哎呀 我就是感觉挺好玩的这个 对对对 玩玩这个玩 以前没用过 现在就玩玩这个 这也管我 主持人他还跟人家护士姐们学团购呢 你知道他都团购些什么东西吗 团购什么 团那个水果 团 不如说 沐浴露 他现在一个大男生 吃水果吃的比我都多 哎 好啊 吃水果好啊 他现在把水果当饭吃 团好多在家里 你说他本来就这么瘦 还吃那么多水果 更离谱的是 是 就是他把那个沐浴露拿回家 我一看 女士专用沐浴露 是给你买的吧 他一个大男生 用什么女士专用沐浴露啊 他说是跟护士姐团购的 他也不让我用 哎 你为什么不让他用啊 让他用 他用的少 我用的次数还多一点吗 哎呀 人家说了 我这个皮肤 特别适合这盘沐浴露 他还用面膜 用面膜用的比我都勤 用面膜倒没什么 我们有些老师 天天用面膜啊 你别 我没说你 啊 我觉得一个男生 没事去健身房 健健身是吧 又不去跟朋友 一块打打球啊 或者去一块喝喝酒 吃吃饭什么的 这些事在他身上 无一体现 主持人 嗯 他不像个男人 这都 我现在也是知道美了吗 这不是啊 哈哈哈哈 对 男人也需要美 我弄好看点 咱俩出去 你也有面子不是吗 对 我需要的是一个 就是有阳刚之气的男朋友 他觉得把脸弄白了 就美了 可是我不喜欢健身啊 我也不抽烟不喝酒的 非逼着我出去 挺好 挺好 男人也应该爱护自己的皮肤 对吧 对 这倒没什么 我觉得这没什么 那你说他爱护 他皮肤也就算了 就是我遇到事 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都不能为我挺身而出 你说点 你刚才说那两件事 你比如说电影那件事 我个人分析 我选择跟这小伙子 做法是一样的 因为看电影的时候 我迟到了 我觉得我迟到了之后 我做起来不影响 大家观影 大概我也会这么做 至于菜那件事 就是因为没有看到 那盘菜到底是什么样 咱们就不叫那个汁 所以你说那个 特别大的事 我看他是不是 一个不担当的男人 就算有人追我 他也不管 不是你让他管什么呢 就是你看前段时间 就是我们不是同学毕业 聚会嘛 我们快毕业了 就是最后吃顿饭 然后就是饭桌上 突然有男生 就跟我表白了 说什么呀 就说我喜欢你 对呀 快毕业了 就是希望你 那你说我有男朋友 不就完了吗 我说了 完了吗 然后他喝醉了嘛 不是老纠缠我 后来我就出去 给他打个电话 他电话说得特别好 他说宝贝你别怕 我马上来接你 到时候我给你拿的好看 你说你最后来了吗 我其实接到电话 我马上就去了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 让他先吓唬吓唬那个男的 说他有男朋友了 我过去马上就打他 好 你去没去 我去了 但是 去了之后 看好多人呢 我就离得远远地看着他们 好多人 那个男的有没有纠缠他 我感觉也没怎么纠缠呢 他跟我拉拉扯扯一路 你没看见啊 我就在饭店 左等右等 就是他不来嘛 不是 我军事宿舍跟那个饭店挺近的 我先回那个宿舍吧 结果那男的给我 非得给我送宿舍楼下 然后后来他多客气 他到宿舍楼下给我发转信 说亲爱的你别怕 我一直在你背后保护你呢 你在我背后干嘛呀 确实是在你背后呢 如果那个男的 真对你干啥的 我肯定就冲上去了 我 真的吗 这是谁说的 键盘说的是吗 来 那男的男同学 跟我拉拉扯扯的吗 不是 我就特别尴尬 我就希望他能出来 给我解个围 后来我知道他在我身后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儿啊 出来 然后他就是不出来 然后我拼命地喊 三明真棍 你给我出来 出来 你再不出来 我就跟你分手 然后他还是不出来 我那男同学以为 我神经病的 朝外面喊 结果你男同学 自己就跑了是吧 哎呀妈呀 我怎么喜欢你神经病是吗 我其实早就到了 但是哎呀 我也很着急 我拳头我攥的 你是害怕呀 还是觉得他没危险 你告诉我 我也有点害怕吧 可能是 哎呀这就是你不对了 但是我比较理智吧 万一我出来真打起来了 这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 你不知道为我打一架吗 就不爱我 行 行 行 还有就是 还有呢 见我爸 见你爸怎么了 我就是之前 就是我们俩确定关系了嘛 我就是挺喜欢他的嘛 我就把他带我家了 然后我爸一听 他是学护士的 就特别反对 哎呀 你爸真是不识人才啊 这个可是个好职业啊 他就觉得一个男的 本来就没有多少阳刚之气 还天天围着病房转侧偶人 以后有什么出息啊 他就特别不放心 把我就是让他当我男朋友 你是想要他跟你爸打一仗 不是 显示男子干气开 当时我爸就是脾气 特别不好嘛 就说你换专业吧 让他学临床或者学药剂师 然后你说他都大肆了 怎么换专业啊 他当时还在那儿 嗯嗯 好好好 哥哥收起包似的 我爸说你一点男人的主见都没有嘛 那你希望他怎样 我希望他就是 哼 叔叔 我都要毕业了 别做梦了 再见 不是 他至少应该有一点男生的样子嘛 他就后来 我当时我爸确实脾气不好 我跟我爸吵起了当时 我爸最后直接给我撂狠话说 那个又不让他换专业 又不让我把他给换了 然后他当时的表现还是好好好 咱俩有这样的男子呀 后来呢 后来就是我爸在家就老看着我那一个家 其实他不让我见他嘛不是 逼我没招了嘛 我就跟他半开玩笑似的说 我说又不咱俩投过个本把证明了私奔吧 你说的 哎呀 然后你知道他当时说什么吗 他说什么 他说 好 他说又不咱俩分手吧 当时把他都吓傻了 你说有这样的男的吧 我一个女的为了你都能豁得出去了 他说要跟我分手一点都进不起考验 我见他家长我也很紧张 而且他爸那个态度真是吓到我了 我就不敢说啥 而且他要私奔 他爸万一找我家怎么办呢 而且我真要私奔 我家人也不同意啊 实在没办法 还不如分手了呢 他宁愿跟我分手也不跟我分手 伤心吗 姑娘 伤心 那现在越来越嫌我不够男人了 你觉得你男人吗 我感觉我还挺 我怎么长挺高的嘛 这是他肥也有点 小奶孩 行 事反正听明白了 关于事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 所以你要分手啊 我是受不了了 我还不想分呢 听明白了 好了 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如果单看这小伙子 在关键时刻 不能为女朋友伸张正义 那么真的让很多男士 觉得你不像爷们儿 可能女人觉得你也不像爷们儿 但是有一点 问一下这个女生 给你两个选择题 假设在婚姻当中 你只能选择两种状态 一 和你的老公天天地吵架 第二种状态 你得天天替他操心 你要是不操心 这个事就做不了 这两种状态 你更倾向于选择哪一种 我选第二种 第二种 操心 总比要吵架强 对吧 OK 其实这个男生 你喜欢上他了 并且在后期很长的时间里面 你还以偷呼呼本的方式 要和他结婚 那可见他身上一定有你喜欢的地方 那为什么 我刚才会问你这两个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爸爸和他正好相反 你爸爸非常强势 对不对 你的爸爸在操你的心 他在管着你 所以呢 你这种类型的人啊 这种性格特征的人 就容易找两类人 一类 会很容易找你爸爸那样的人 不管你喜欢是不喜欢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找你爸爸那样的人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第一个选择 争吵不断 战争不断 那么今天呢 你选择他 如果说从他人的标准 我们觉得这个男人 可能不像个爷们般的男人 但是对你而言 我个人认为 还蛮适合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 你也体验出你的价值 包括刚才你在 说他种种不适的时候 你其实都带着一种笑容 而不像现在一样哭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现在哭了 我觉得 我爸确实特别强势 我在他身上都长得不短 他对我特别体贴 所以你的这个性格呢 就是按照大概的这个走向的话 其实你找一个比较温暖的人 正好和你互补 所以这个呢 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 幸福当中的一点点小瑕疵 和你的一种操心的不满 所以如果你因为这个问题 而走动这个人的话 我倒觉得可能丧失了 你曾经最初的喜欢他的初衷 这是我对你的这个看法 男生呢 调整一下自己 你的女朋友 其实在他强势的另外一面 也有非常柔弱的一面 比如现在他的流泪 我们能做些什么 你的细心是一种呵护 但是有时候你的勇敢和勇气 也是一种呵护 姑娘我想再追问一下 你此刻的眼泪 是因为 在彩虹 尘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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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餐厅换个菜啊 电视院里头 抢个座啊 这都不算事 包括他的习惯 敷面膜啊 做保养啊 太正常不过了 但是我听到两件事 让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 关键的事情 一个 就当你的女朋友 遇到困境的时候 当一个男人 在纠缠她的时候 你没有勇敢地站住 第二件事就是 当女方表现出 为了你可以不顾一切 把户口本拿出来 去登记结婚的时候 你选择了 分手 我就在想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的性格所致吗 有点软弱 不愿意跟人发生冲突 就可以 让这两件事情发生吗 我想答案是不 每个人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都会害怕 当遇到冲突的时候 本能都会有一点恐惧 你害怕可以 但是你把它置于何地 第二点发生了 你提出分手啊 就是因为遇到一些困难 你退缩了 你的爱在哪儿呢 当我恐惧的时候 我的爱人也在恐惧 那我选择 应该让谁 来承担这一切 等你能够自己 体会到你愿意去承担 愿意牺牲自己 不那么自私 不要怕自己 受到什么伤害的时候 那会儿说明 你真正爱这个人 明白吗 如果没有这股劲的话 你对不起他对你的爱 你也不配承担这份爱 龙生九种 种种不同 这场上就有四个男人 就有不同的风格 有像我这样的火爆型的 就一定有像他这样 阴柔性 这都很正常 火爆型的男人 也许会在关键的时候 为你挺身而出 但是像他这种阴柔的男人 也许可以在病床前 照顾你一辈子 所以什么样的男人 是真正男人 大概在外形和性格上 你无法去做出 精准的论断 但是但凡有一点 是一个男人必备 那就是男人的血性 血性是什么 果敢 正直 和坚持 如果一个男人 连血性都没有了 我不管他是阴柔的男人 还是火爆型的男人 他都不能称之为是一个男人 甚至连女人都不如 其实女人也是有血性的 你看有些女性 在保护自己孩子的时候 在维护自己丈夫的时候 活脱脱就像一个雄性 而不像一个雌性 但是她却恰恰缺乏血性 比如说 在你那个男同学 骚扰你的时候 她就缺乏一种政治 比如说 你想偷护过本 跟她结婚的时候 她就缺乏一种果敢和坚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人 真的不太像男人 我有一个远方亲戚 也是一个女性 三十多岁才结婚 性格跟你差不多 挺男性化 她找的一个男人 跟她性格差不多 在家里面什么都干 但是跟她一样有点懦弱 后来生了一孩子 有一次我到他们家去玩 我就把他的孩子 放在我肩头 让他骑在我脖子上 然后他爸爸就说 别别别 小心一点 别摔下来 这个时候 我那个远方亲戚 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他是这么说的 让他好好玩一会儿 他在你这儿不能享受到的 难道在别的男人身上 不能享受吗 我想他当时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丈夫应该心里很难受 他确实是缺乏这种男子气概 所以关键还是你自己要考虑 我是认为如果一个男人身上 不能给你一点果敢和正直 他就缺乏了雄性 应该有的魅力 所以你好好想一想 就这样 人是这样 是你看的人的事 姑娘 双刃剪 唯一没法帮他洗白的 大概就是 别人欺负你 他没冲上去那件事 你确实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缺乏血性的 可以美容 你天天用护肤霜没问题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哪怕是一个路人 在碰到危急的时候 要站出来 跟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没关系 跟你是一个公民有关系 懂不懂 懂 他是你爱的人 你有责任保护他 没了 你们俩自己琢磨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宝贝 我以后一定会改的 我一定会男人的 你每次都这么说 我确实我有的时候挺害怕的 但 但我以后一定会 我也去健身 我练一身肌肉 我保护你 这是孩子嘛 宝贝 你们别哭 我就觉得有瘦 你不像别的男朋友那样 我就觉得你可是 是不够爱我 我可能不觉得那么爱我 我一心一意地对你好啊 让我干啥我都干啥 我再也不用那些护肤品了 行吗 宝贝 我知道错了 来吧 亮灯吧 回去吧 还是爱得比我勇 来吧 请开门 药宝是伊贝师 伊贝师防晒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的用心 我们走到了一季 但在一起后 我们却保持着异地恋的状态 我在济南 他在大连 我们在各个的城市里吃饭 睡觉 学习 可以见面的机会 真是少之又少 我是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生 而他异性缘又特别好 我觉得他总是背着我 和一些女生暧昧 但他却说 一切都是我胡思乱想 他说他觉得累了 想和我分手 可我真的很想 我们可以走下去 他还能回到我的身边吗 我的天哪 一个画面 男生就这样穿出了 今天是分手呢 还是在一起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孔22岁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李22岁 同样来自山东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怎么就一滴了呢 不都在山东读书吗 他是在大连 我是在济南 怎么认识的 就是一个朋友 聚会上认识的 然后当时是互相加了微信 后来聊天的时候 就感觉就比较合得来 我当时对他印象特别好 然后后来他开始追我 然后当时 因为我之前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我就对 反正对感情比较小 你是初恋 对 你是初恋吗 不是 对 然后他那个 长得说实话比较帅 一心圆就特别好 然后我就 一直不敢接受他 但是后来他追了我 有两三个月吧 这期间也对我特别照顾 我就特别感动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想 那就抱着试一试吧 试一试的态度 然后就在一起了 怎么了现在 因为就是我们一弟 然后我就见不到他 而且他那个 异性缘是特别好 我就特别没安全感 你怎么知道 他异性缘好啊 就因为他那个专业问题 他什么专业 服装表演专业的 那有什么异性缘啊 就很多呀 他出活动的时候 就会认识特别多的女生 而且他们学校也女生多 然后就会遇上特别多 那你没办法吗 那信他不就完了吗 因为他那个做了一些事 就让我觉得特别怀疑 比如说呢 就因为之前我觉得 他就是一直来 从大连来济南找我 然后我就觉得 那也挺辛苦的呀 来回跑 那我就说 那你可以不来找我 可以去找你 然后但是他就找各种理由 不让我去 然后我就觉得 你那有什么事啊 你就不让我去呢 我那不是不让你去 我那不是担心你吗 担心我什么呀 我女朋友她路诗啊 就是你说她在济南 生活这么长时间 然后还在济南上学啊 就有一次我跟我朋友 要去济南玩 然后我俩说好了 要进地组织仪 然后请我朋友吃一顿饭 当天晚上跟他说好了 然后第二天 他自己坐供应用车 就坐反了 没坐到中间站 都不知道自己坐反了 给他打电话 他手机也关机 那时候是我手机没电了 就是你和你同学来 然后我前一天没睡好 然后第二天就坐车的时候 一不小心他就睡着了 然后等我醒了的时候 他已经到中间站了 这个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去了大连看他了吗 我没有去 没看你也没发现什么 这事不就过了 干吗不相信他呢 就是因为他那个朋友圈 就女生太多了 就是加微信好友 女生特别多 假如有五百个人 他有四百个会是女生 然后他还把一些女生 置顶聊天 那置顶聊天 那些都是我同学和我 就是在工作上 有一定影响的朋友 当时我也跟他解释过了 他也不相信 他也是置顶聊天啊 我可以置顶聊天 你就应该把我置顶聊天 但为什么你把他们置顶聊天呢 你就只能把我置顶聊天 后来我不也许笑置顶了吗 那你也不相信我 那谁让他们背后还总给你发信息啊 还发那么暧昧 怎么就暧昧了呢 那你看哪个正常的朋友 这些每天总给你发什么 早上好 晚上好 还为你吃了 睡了吗 还关心你 有没有穿的暖啊 怎么着的呀 他们也不是每天都跟我发吧 而且我也不怎么回啊 他们跟我发 那都是正常问候啊 哪正常了 我就觉得不正常 他来找我 然后陪我一起逛街的时候 然后就会有一些女生 就看他嘛 就可能觉得他长得比较帅 就看 你有错觉吧 没有 肯定就是看他吧 我就觉得 他那女生盯着他看嘛 然后我就觉得 我在你旁边的时候 又都有女生盯着你看 那如果我不带旁边 指不定有多少小姑娘 我的天哪 你认为她是个王子是吗 那我信你着 不是 当时我都跟她说了 我说那眼睛掌别人身上 我也管不着啊 呀 真行 你们俩这一对 至于的吗 就是 他又不对你好 就让别人拿走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 不行 那你要干嘛呢 我就觉得 他就是和那些人的关系 很不正常 不是 你说他怎么不正常了 不能说我觉着不正常 那就说他那个朋友圈的那个事 他有很多合影 就和别人女生的合影 我就觉得太亲密了 我觉得一般朋友 不能这么亲密 怎么就亲密了 那你把你的胳膊 他麻在你肩上呀 或者有女生 那是我同学吧 我跟你说了吧 谁家普通朋友是那样的呀 我跟我同学相处 本来就那样 你看同班同学 那这么长时间了 要是能有什么事 早就有什么事了 我也跟你提前说了 你就是不愿意相信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而且你发你和你那些朋友的照片 那你为什么不发我们的合影啊 我怎么就不发你的合影了 咱俩那都多长时间没合照了 那之前的合照不都发过了吗 那合照少了 你也可以把我待着的照片 和你的照片辟起啊 然后不当合影发了吗 你这就是不讲理 哪不讲理了 我就是这样 你除了怀疑他 你还对他做过些什么 就就是男生打游戏 这种事很正常对吧 然后我平常想打一个游戏吧 回他信息慢了 或者电话没接着 然后他就会特别生气 然后就怀疑我 怀疑我在玩玩有事 然后就怀疑我在玩玩有人 那个游戏的事 你别总怪我 好吧 那个游戏的事 是我们交往之前 你总会和我说 你那些打游戏的朋友多么不好 你还说你虽然打游戏 但是你还不会忽略你的朋友 尤其是你的女朋友 我们交往以后呢 你怎么做的呀 你还不是每天打游戏啊 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 给你打电话你也接不到 我那是不回不接吗 我得等结束了才能给你回吧 那你什么时候给我回的 都第二天了 那怎么就是第二天了 我怎么不知道 12天以后就是第二天了呀 他没时间回复我信息 但是他总在那个朋友圈上 回复他前女友的信息 有一次他出活动 然后还拍了一张照片 因为天比较冷嘛 然后他前女友就会在下边说 天了 注意保暖 什么别感冒 然后他还那个在下边会的 嗯 会的 然后还发一个那种 就特别那个可爱的那种表情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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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你像谁撒娇的那事 我跟我前女友那是和平分手了 我俩现在也是普通朋友 他也不是天天跟我说话 他偶尔跟我说一次 那我不得回复一下吗 那你还给他点赞呢 你还跟我说你还是手话点赞 我不跟你说 那不是手话点赞了吗 你手话怎么不给我点赞 不给别人点赞 我哪次没给你点赞了 天天给他点赞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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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天 天天 那就分手呗 这种男朋友要的干嘛呀 但我觉得他之前对我挺好的 开始追我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 我比较喜欢林俊杰嘛 然后他就专门会 会去学林俊杰的歌 然后练好几天 然后唱给我听 我觉得当时挺感动的嘛 你们俩什么时候毕业 还一年 还有一年 毕业以后在哪儿工作 就这个事我们还没商量完 没商量成 他一直想留在大连 但我想留在济南 因为我从小在济南长大的 然后朋友也都在济南 你那么爱他 你去大连啊 因为他又跟我分手 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啊 他就觉得我太爱他 就有一次 我跟我朋友说要出去玩嘛 然后我提前跟他打好招呼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要跟我朋友出去玩 可能会去看电影 他当时答应得挺好的 就说知道了 然后等那天去看电影的时候 就林俊杰开场了 然后他突然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可能听见谁说话了 然后他后来就让我 跟我朋友合照 就是不相信我 他觉得我是跟一个女生 去看的电影 那你说当时都开场了 我能抓我朋友出来 一块合照吗 当时我就是只听到了 一个女生的声啊 那那个女生还有那种声音 那种撒娇的声音和你说 电影快开场了呀 那个快把电话挂了吧 不是 当时 当时我不是跟其他女生 看电影 我就是跟我朋友 一起去看 就这比较跟人分手啊 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 就他和他朋友 联合起来试探我 这个事我可生气了那次 那时候我不知道 那女孩就夹我 夹我然后就问我 有没有女朋友 我说有啊 然后那女孩就问我 是不是异地恋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挺奇怪的 啊 你有警觉你看 哎呀 然后那个女孩就跟我说 那异地恋多辛苦啊 为什么还在一起啊 早分了就是早好嘛 啊 你咋说呀 然后我也没回他 然后他给我发过了 他的照片 然后问我好不好看 我就觉得这人可能有病 然后我就给他拉黑了 拉黑了后来 我就是有一回 就跟他说这事嘛 然后我说有个女孩夹我 然后问我 就是有没有对象 然后是不是异地恋 他给我发照片 问我好不好看 我说这人是有神经病吧 然后你猜猜他怎么说啊 他那可高兴了 然后跟我说 其实那是我跟我朋友 撕探你的 那我觉得我让我朋友 来帮我一遍 你不都试完了吗 说明那哥们儿还不错吗 但是我就觉得 他对我态度忽然冷淡了 我就想知道原因嘛 因为他之前的时候 像我生病 他都会专门从大连 跑来济南看我 然后还会给我什么 就陪我看病买药什么的 他就是对我态度 忽然这么冷淡 我就想知道原因嘛 不是 我们俩快毕业了 我就想留大连 他就非得留济南 他就不愿意 但是我现在就跟我朋友 在大连和我开了一个工作室嘛 那我能跟他一块回济南吗 回济南我能干什么呀 但我觉得有能力的人 你在哪儿干都一样呀 不是 那你有能力 你怎么不来大连呢 那我没说我有能力啊 好好好 行了 各位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那个先从初恋开始说起 女生觉得自己配不上男朋友 对吧 因为我之前就是暗恋过一个男生 但是他后来就是忽然有一天说也喜欢我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可能就配不上他 因为人家学习特别好 然后那个又是芭蕾的干部嘛 然后我就也是没能在一起 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感觉就是没人会喜欢我的那种 OK 好 你觉得没人会喜欢你 这就形成你的看法 所以你和男朋友相处 他追你的时候你觉得配不上他 对 所以我就一直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你还是被感动了 你们在一起了 但是基础是什么呢 我做个比喻 你的男朋友现在是这样子 你呢 是这样子 你觉得你配不上他 对 但是你们俩呢又在一起了 在一起的话情侣呢可能就是平衡的 但是你发现你的那种想法感觉依然存在 表面上是平衡的 但实际上还是失衡的 于是呢 你就开始了矫正 你就开始找他的麻烦 猜忌 他是不是哪里做的也不够好 不光我不好 他也不好 你想形成的平衡 你不是自己长大 而是想把他拉下水 所以你用你的矫情 然后去猜测他 怀疑他 插他的岗 试探他 但是呢 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怎能够受你小女子的欺骗呢 在这种逆反状态下 他不但没被你拉下来 反而升得更高了 他觉得你更配不上我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们就面临着分手 但实际上问题在哪呢 问题是在你自己身上 你如果自个儿不长高 那么他就会渐行渐远 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所以你唯一的出路 内归因 调整自己 你才有可能 重新回到和他同一个水平线 要不然分手再计 好 谢谢 刚才余老师问女孩 问你女朋友 说你是不是觉得配不上男朋友 有些这样自卑的感觉 他说是 我问你啊 小伙子 你觉得你的女朋友配得上你吗 配得上 哪里配得上你 就是一开始吧 我就觉得他单纯 没有心眼 但是现在就给我 就试探我那次啊 就让我有一种 他像有心儿的感觉 他自己认为的配不上 是觉得你又高又帅 有人缘好 其实姑娘 就我这样看来啊 你们俩一上场 我倒觉得你比他漂亮一些啊 那我可能性格问题吧 你说对了 就是性格的问题 你知道 我们总说吸引力法则 你天天想让他有别的女孩子 有其他暧昧的感情 有一天真的会成真的 你信吗 信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会成真吗 就你天天碎碎念 天天怀疑他 天天去跟他说 你到底和谁怎么怎么样 你看他今天上来多冷啊 你不觉得他冷吗 真的是又高又冷 你再这样碎碎念 再去质疑他的结果 就是你很危险 有一天他在异地 有一个女孩子 关心了他一句 他会觉得这个女孩 确实挺温暖 确实这个女孩 让我很放松 也许他不是要和这个女孩怎样 他就觉得 我这女朋友天天怀疑我 我处处都要谨小慎微 我累 这个女孩让我放松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所有的担心 就成真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 爱情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彼此信任 如果连彼此的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 那我们爱情要什么 要他干什么 而男孩子我觉得你 情商也不高 不是说他 到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的女朋友 你就变成了今天这样不愉快的状况 如果你不去真正地去体贴一个女人 想要什么样的情感 你再换一个女朋友还是这样 他的种种不安全感 不能说你没有责任 在爱情当中两个人是共同发展的 我倒觉得你真的要使出劲来 去引领他 否则你们现在状况都不调整的话 只有分手 一条路可走 你们现在有往下走的动力吗 你们对你们俩的未来都有过憧憬规划吗 其实一开始我是有的 因为一开始我跟他讲过 讲过说就是未来以后一起去大连 一开始 对 恋爱的初期 对 好 你呢 你有吗 你现在有吗 现在我说说 我不是因为我一定不要去大连 我就是觉得 就是他没有以前对我那么在乎或上心 让我看不到希望 我就总觉得我如果去了大连 万一他一定要跟我分手 那我就太可怜了 对啊 你其实是说现在没希望 你那一开始初恋那会儿说谈以后规划 那是一个梦 那不是规划 那是说给他听的 自己同时也被陶醉 你们也先别去聊 今后到底是留在大连 还是一起去济南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交往多久了吗 一年多一点 一年多一点 见过几次面 就之前经常见到 他会来济南找我 大概多经常 就一个月一两次吧 我们算吧 经常是一个月一两次 现在还不经常了 咱就算现在还保持两次 一年多一点 见过多少次面 不超过三十次吧 你们了解对方吧 我们先不谈信任 不谈未来 了解吗 了解什么 他长得帅 他长得好看 温柔 还了解什么 发一个微信 第二天才回 见面不超过三十次 充满着不信任 了解吗 你们是谈恋爱的吗 到那个去谈婚论嫁 或者真正谁投奔谁 在一起生活的 那个阶段了吗 完全没 着什么急啊 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 决定自己的事业 现在还是这么处着 各自一地恋一段时间 多增加了解 这样才可能确定 对方是不是自己 应该爱的那个人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你爱他是吧 爱这个很难说 就是喜欢吧 哦 好 好 那就明白了 那就很一目了然了 那你待会儿六十秒的时候 你就这样跟他说 我不爱你 我只是有点喜欢你 是这样吧 算吧 算吧 就这句话还算是算吧 你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 在爱情生活当中 只有互相欣赏 如果一昧地去 迁就对方的自卑 或者纵容对方的自大 这两个人 永远过不到一个日子里 也不可能在一个水平线上 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认为你自己配不上他 如果你真认为你配不上他 你就找一个认为 可以跟你相当的男人 如果你觉得你无法驾驭 但是如果你觉得 像这样的男人 我觉得我有自信 能够跟他够到一块儿去 那你就努力地提升自己 你不能自怨自义 你不能自己配不上 还不让别人活 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哈 他刚才说那句话 你再听明白一点 他的原话是 我不爱他 但我有点喜欢他 但我再次向他重复说 是这样吗 算是吧 你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很显然 一方面你太自卑 一方面这个男人 也确实有点自大 也确实是不太喜欢你 否则的话 当我这么一问的时候 他看着你 楚楚可怜的样子 一定会由衷地赞美你 或者在生活当中 帮你来提高你的自信 但这个男人 并不想这么做 所以他一直 像一个腰像一样 站在这 所以我认为这个男人 还真不适合你 但无论他是不是适合你 和你将来找谁 你都必须要提高 自己的自信 好不好 好好 就这样 姑娘你知道 你犯了最大的错误 是什么吗 如果他是那样的人 其实完全就没有必要 再跟他交往下去 就如果我们在恋爱当中 我们马上上来 就把一个人 预设成那么一个人的话 干嘛呢 好了 年龄还小 又是初恋 初恋成功的概率又很低 该干嘛干嘛去吧 接下来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因为我真的是 第一次谈恋爱 我可能也有些地方 做得不对 但是 但是我真的是 我觉得挺用心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该怎么做 如何才能 就是让我们 能够更长远一点 我觉得我也挺努力的呀 怎么怎么 就是没有看到 你任何的那个表态 给我多出任何回应呢 其实我在一开始 是对你特别丧心的 我也就是想尽量的 让你感觉到我是特别喜欢你的 但是时间长了 就是你还是不太成熟 那你真的就只是喜欢我吗 你给人的压力太大了 臭小子 直接说就完了吗 还把罪责全都推在人家身上了 他怎么做你就爱他呀 说说呀 你前女友我相信也挺体贴你的吧 那微信发的天冷了多穿衣服 不也分开了吗 别找借口了 回吧姑娘 还没听明白啊 傻孩子 所以女人的直觉是对的 回去吧 两位 回吧 来请关门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你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图类 一对一的指导 那几天喝股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伙伴 股方红堂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当然是关注这一对 到底怎么选择了 请开门 要保持伊贝师 伊贝师防晒霜 提醒您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好好好 我还真担心这个姑娘 就直迷不悟地又回来了 今天我离开 是因为听了老师的话 然后决定放弃这段感情了 我也认识到 我在处理感情时 有些方法是不对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努力地提升自己 然后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然后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今天选择离开 可能有两个原因吧 一方面是因为 她真的不太成熟 太幼稚了 这样让我压力很大 让我很累 另一方面是听了老师的话 觉得我们俩真的可能 有些不合适 希望她在以后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人吧 这个结局算你们把她给点醒了 对吧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伊北师爱情保鲜记 来自万世大爱情保卫站 专期的网友向途老师提问 说 我现在真的好迷茫 她每天跟防贼似的防着我 手机 我碰都不能碰 把以前我知道的所有密码都改了 银行卡也从我这拿走了 我和她在一起两年 从来没有给我买过新衣服 有钱也舍不得给我花 现在这样对我 我想和她分手 她又不同意 我真的很纠结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明白你纠结的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男人把你当贼 丝毫不关心你 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价值还有几分呢 所以不必纠结 想想你自己现在 在他心目当中的分量 还不赶快走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也谢谢我们其他三位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力仙品牌 伊贝诗 也要保湿 伊贝诗 伊贝诗防晒霜 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 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伙伴 股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